如果我一早醒来 会感受我们的亲密 就能够答应你 给你好日子 如果我看过 大树 有开花结果的美丽 放弃天地 也不会放弃你 让所有我会怀念的人 叫我找幸福的勇气 把所有我曾尝过的爱 用一生送给你 我会一直抱着你 无论你会去到哪里 你会 electric 喂 小婉 什么事啊 今天你有空吗 我想跟你见个面 好啊 我在家呢 你到家来吧 不了 大嫂 还是你出来吧 对了 咱俩见面的事 不要跟妈说 好好好 那我就出来啊 待会儿见 这小娃怎么回事啊 有什么话不能在家说 还不能教妈知道 喂 小楠 妈 你上班去 我去开会 你呢 我啊 那个你二婶约我出去谈点事 在咖啡厅呢 我先走了啊 喂 小楠 什么事啊 喂 妈 你见到二婶了吗 没有呢 我正准备跟二婶见面呢 什么事啊 那你现在在哪儿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那有什么可及的 东西回家再给我啊 不行不行 我必须把伤给你 你在哪儿 我现在给你送过去 行行行行行 那我就在咖啡厅里等你啊 开车慢点啊 别急急慌慌的啊 好 小婉 你到底跟妈怎么了 有没有什么话 可以摊开来说吗 干吗这么别别扭扭的呢 嫂子啊 这次也许是我们两个 最后一次见面了 你说什么呀 什么最后一次见面啊 小婉 你要跟文悦离婚啊 嫂子劝劝你 文悦呢 这个人确实事业忙 忽略了你 但是你想想 一个男人为了事业 也是为了加码啊 你就多担待一点 要不要我跟文悦去聊聊 嫂子啊 这件事跟文悦没有关系 跟文悦没关系 那到底为什么呀 小婉 你告诉嫂子 嫂子就是你的亲姐妹一样 有什么难处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嫂子啊 是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如果我跟你说了 你肯定不会原谅我 小婉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你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你说得太重了 小婉 到底怎么了你说吧 嫂子 嫂子 我 你等我啊 我有个电话接完了再说 喂 小楠 怎么了 你已经到了 我跟你二神正来聊天呢 好不好好吧 你进来吧 妈 小楠 妈 你匆匆忙忙地干吗呢 你们在聊什么呀 妈 我没聊什么呢 我们刚想聊你就来了 怎么了 你不是说有什么东西要给我 什么东西啊 那个 不急不急 慢慢来 那个 等一下啊 东西就是那个 哦 知道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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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卡 我朋友给我的 里边好几千块钱呢 可以去逛逛商场什么的 可以用它 什么呀 你这孩子真是的 购物卡 要这么匆忙给我吗 回家哪一天不能给我啊 我不是看你 难得出来一趟吗 正好可以去逛逛街 可以用得着 麻烦用不上 你先拿回去啊 妈 你看我好不容易跑过来 你就收下吧 收下 行行行行行 这心意啊 我领了啊 不过小楠 我得说你一句啊 你现在是怀孕啊 别这么转啊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影响态儿 没事 没事 健康热闹 好渴啊 服务员 给我来杯果汁 小楠 那个今天我跟你二婶正好要谈点重要的事情 你就先回去吧啊 没事 我喝杯水我就走了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好 好 好 下次咱们一块出来 你再喝果汁啊 不行的话 妈家里回去给你炸鲜炸的啊 今天我们俩真是有点事 你小孩子再不方便啊 先回去吧 二婶 那我先走了 我走了 妈 小楠 小楠 注意点安全 慢点啊 悠着点 没事 放心吧 慢慢走啊 这孩子冒冒是是的 真让人担心 你家心里坏 其实她啊 还是挺孝心的 你看 还匆匆忙忙的 给我砍呢 小楠 你想跟我聊什么 说吧 嫂子 嫂子 我接个电话啊 二婶 你是要跟妈说凯文的事情吗 你不是答应过我 你不再提这件事情了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八个奶奶的感受 小楠 我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二婶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憋着难受 你想甩掉这个心理帮扶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这么自私 你好好地想一想 妈对你这么好 她要是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你做的 她会受多大的打击啊 她会多么难受啊 我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好吗 小婉 是雯月的电话 啊 是啊 小婉 我总觉得今天你怪怪的 一会儿说 你跟雯月要离婚 一会儿又说 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到底怎么了 真的 我不希望你说这些怪里怪气的话 就算你跟雯月离婚了 咱们还是一家人 为什么要不见面呢 我们有空的话还可以吃吃喝喝啊 看我爸话说到哪儿去呢 你跟雯月就不应该离婚的 你想啊 夫妻都大半辈子了 磕磕碰碰很正常 舌头跟牙齿还会碰撞呢 互相包容理解 小婉 要不嫂子去跟雯月好好聊聊好吗 不用了 嫂子 我只求你 能够原谅我 原谅你 你说哪儿呢 我从来就没有记恨过你 怎么谈得上原谅呢 嫂子 你真好 如果能够回到从前 你让我付出再大的代价 我也愿意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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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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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你听嫂子说啊 想心里话吧 这一辈子 嫂子最感激的人 其实是你 在我心里 我早就把你当做姐妹了 谢谢你啊 你放心 不管你跟文元怎么样 你永远是我的亲姐妹 有什么事 你跟嫂子说 有没有 有空的 我们就吃吃喝喝 聊聊天喝喝茶 一直到了 好吗 千万不要说那种 奇奇怪怪的话 嫂子 你对我的恩情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小婉 我先走了 小婉 小婉 你说什么呢 你小婉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多好的人啊 他怎么了 他肯定受了好多委屈 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呀 赶紧吃啊 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张文耀说我了 你管他干吗啊 我才是老板 什么你说的 人是铁 饭是刚 一顿不吃饿了 好 赶紧吃 好 你平常都干吗 没干什么 我手夹着 看看新什么的 什么说 漫画 小说 还有什么呢 看看电影 看看美剧 看看美剧 还有呢 睡进了 睡觉 睡觉 好了 我走了 走 你干吗呢 measurement 看西级干吗 没事 随便问问 对了你喜欢旅游吗 喜欢可是没时间 这个要好好规划呢 没听罗罗吗 人生啊 每次说走就能够旅行 赔一个大人和个爱情 听过听过 怎么了 我都想问你吗 我们可以去巴黎看 Apple片台 去纽约看自由女神小孩 去西班牙看斗牛 去印度看烧尸 烧 烧尸 你怎么那么重口味啊 有吗 重吗 吹一块儿吹 我给你当免费等了 好 好 上边走 几会 这么急啊 当然了 不急能叫说走就走旅行吗 好吗 好好 你回去好好想想 就认定 好吗 好 上班 我来我女儿家了 我女儿不是住在她婆婆对面吗 就是啊 搬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会碰到那么巧的事 是啊 是啊 她婆婆公公奶奶 还有叔叔婶婶都住在这儿 你说我们小奶奶还有什么自由啊 婆婆 就别提了 她那个婆婆看上去倒是和和气气的 怕就怕这种人 这样的人啊是最难弄的 把我们小奶都快折磨疯了 要我说啊 他们娶到我们家小奶啊 那真是偷着乐吧 我们小奶为了他们家啊 都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 聪明 能干 长得也漂亮 你说 自己也挣不少钱 本来也就没靠他们 小奶本来不想有孩子的 现在为了他们家 现在怀上了 你说 她做媳妇做成这样了 你说可以吧 她们该满足了吧 是啊 是啊 太幸福了 太虚伍了 就是太虚伍了 秦家母啊 秦姐啊 你是去我们家儿子女女家吧 是啊 是啊 我去看看小奶 秦家母 你怎么那么早出来啊 出去办点事啊 这讨厌的女人 没听到吧 都让我给听到了 一直感觉上 你不是要去妞妇家吧 在这儿 走吧 你走错了 是在那儿啊 我补你了啊 去家母 走吧 走吧 好好好 好 我怎么想跟他们家的那儿 车还没来 让他们还没回来呢 你到我家就去去 先喝茶啊 不不不 不用了 不用了 有什么麻烦的 他们回来了以后 你就知道再回去嘛 好 秦家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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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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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不是 咱俩躲什么呀 我们都住这儿 遇上了 不能一起出个门哪 那咱们不是 做贼心虚吗 你才是贼呢 光明正大的好吧 我说我是怕什么呀 我是怕你看咱俩在这儿 他们要是看见了 肯定解释不清 那什么 一会儿啊 我先上去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然后再上去啊 你干吗呀 不是说我要出去的吗 那我姑妈来了 我能不上去看一眼啊 乖啊 你看这条 这电视节目就是不一样啊 看你风一波粉丝 数量都长这么多了 对啊 昨天晚上我看还是一千五百多 一个晚上就长了三千多呢 什么呀飞哥 你自己还有关注粉丝数量啊 我就随便看看 其实也没什么可在意啊 也不能这么说 其实现在的粉丝力量啊 非常强大 他们就是你的一世父母 不过飞哥的群众基础 还是很不错的 一些大妈妈都特别喜欢你 什么大妈 对啊 我们小区门前 经常一到晚上 就有大妈们跳广场舞 我有的时候一路过啊 还经常听见 他们拿你的歌跳呢 我的歌能跳广场舞吗 你别当眼珠子啊飞哥 这说明你的歌啊已经走到 融入到广场舞里面去了 我觉得这是好事 你已经有非常扎实的群众基础 从小众走到大众 现在你的歌传承度越来越高 这样你的知名度也就越来越高啊 听你这么说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对啊 对了飞哥 这是你近期一周的当期表 你看一下明天的 明天你彩排完事呢 有一个音乐榜上榜的记者 要来采访你 四伟 这段时间 真的是辛苦你了 谢谢 没关系 那飞哥你先看吧 我先走了 好 好 你就怎么了 我舍不得你 一会儿不就见着了吗 那行 先亲亲啊 好 快 进去 走 走 宋小妹 大姐 干嘛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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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是天宇吧 对不起 姐 姐 我刚看到你们在亲手 我们就是见面随便聊聊 对不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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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吃 你们现在未婚年轻男女 都这么开放啊 姐 我们现在都这么打招呼呢 你 对对对 都这么打招呼 你当你大姐我傻呀 你以为我刚刚没看到啊 你们俩刚才都要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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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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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那个天宇啊 嗯 我跟小妹还有事要说 你先上去一下吧 好 别别别 姐 我没时间跟你说 我要走 对对 我没要走 你站住 你上去 对 那个 我姑妈叫我上上去一下呢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招了吧 你们刚才在牵手 这 什么呀 姐 我 我真的就除了随便散散步 看到她了 年轻人嘛 年龄相仿 交个朋友嘛 交朋友啊 你交朋友要牵手啊 不是牵手 那是握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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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还说拉伸两架呢 我还看到她有亲你 姐 你别瞎说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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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名誉的啊 你这样说 我很不清白的嘛 我看你也不敢 不过我看你们俩的 隐身都不对 肯定有问题 姐 要不你把那经纪人的工作 辞了吧 为什么呀 你当侦探呢 你这么能分析 不当侦探白想 姐 你刚刚从哪屋出来呀 回家 那凯文老师 你老婆和后来才认识的 爸妈关系怎么样啊 干嘛问这些啊 这么八卦 我就是对一个女编辑的 婆媳关系感到好奇嘛 你们现在还年轻 慢慢长大就会知道了 不早了 我们家都已经开始催我了 凯文老师一定是个好丈夫 你老婆也一定是个好媳妇 老师您干嘛不接电话呀 我这个不是电话 是那个闹钟提醒 提醒什么呀 我这个你们要学学 我就定期打给我老婆的妈妈 问候问候 为什么呀还要定期打 都说你年轻不明白 这是我对我老婆的妈妈好 我老婆就会对我的妈妈好 老婆就会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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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教我喝茶 谢谢 谢谢 喂 是凯文呢 妈 你觉得怎么样啊 问过去住得还好吗 那还用说 你说啊巧不巧 今天我正好到你家来 还说啊 在这儿要多住几天呢 现在啊 我正好跟你妈 在一起喝茶呢 是吗 那你们现在要让我晚上 交代回去 好好好 行 今天晚上 我一定给你做好吃的 挂了啊 拜拜 拜拜 是妞妞打来的 是啊 凯文这孩子啊 真是孝心 做一句妈又一句妈的 那叫一个亲热呀 我们家凯文啊 最爱吃我做的菜了 这不我们还真是心里有感应 我这不是就来了吗 亲家母啊 真是为难你了啊 你想想啊 小楠楠是一点家务都不会 我教了她好几次做菜 她怎么也学不会 害得你呀 老王这儿跑多辛苦啊 你说什么 不是 我是心疼你亲家母 让你受累了 你说呀 小两口过日子的 做媳妇的 就应该做几个菜嘛 这样的话 不就挺好的 省得老是麻烦自己的妈妈 多不好啊 你说是不是 现在的孩子 哪几个会做饭的 在学校光顾着念书 一来业要找工作 有了工作又忙 哪有时间做饭的 我觉得吧 不管怎么样啊 时代再怎么变 女人总归是女人的样子 你说这点字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啊 那是因为我 就从来没想叫她做 做饭 洗衣服 做得再不好啊 可以请保姆 干吗什么事 都要自己亲自做呢 我们家小的啊 工作忙 哪有时间够这些 都这样 这世上哪来的女强人呢 还不如都被男人给沾了 小的妈妈 小的妈妈 我们在女强人这个概念上 好像有点不一样的理解啊 那个 我觉得吧 女强人要称得上这个女强人 要又会做家务又会工作很能干 那才是女强人 光会工作 怎么算女强人呢 比如说吧 我有三个女儿 我们家大女儿美美 你看她可会做家务了 而且现在当经纪人 又工作很能干 那当然了 我的二妹小妹 她们不会做家务 我作为妈妈 我就慢慢地教她们 让她们多做回点家务 将来有一天嫁出去了 就不要给婆家添麻烦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说呢 亲家母啊 我倒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嫁的是女儿 不是猫猫狗狗的 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有些婆家啊 就爱挑毛病 但那是旧思想得改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你到时候 嫁女儿的时候 可千万不能操心啊 嫁了就嫁了 还轻松呢 但是我觉得好像那个 时代不管怎么变 女人总得有女人的样子嘛 你说是不是 我说你啊 你这思想啊太古本了 现在不流行 大男子主意了 你没看电视里都演着 说什么 女人在外面赚钱养家 男人在家大孩子啊 你没看吗 原来亲家母的思想 那么开放啊 难道你们家 你的儿子是在家大孩子 而你的儿媳妇是出去工作 养家 我 我这是打个比方 对对对对 当然当然我知道 是比方比方比方嘛 我想呢你们家怎么会这样呢 儿子怎么会那么没出去 在家大孩子呢 我也是个比方 我是个比方 你想想啊 如果儿媳妇啊 好吃懒做 什么都不会 然后呢又跟婆婆合不来 你都能接受啊 谁好吃懒做了 我问你 你要是把女儿嫁了 她辛辛苦苦地在外面工作 那婆家 还说她不做家务 你是怎么想的 小男妈妈 你别激动 别激动 我也是做个比方嘛 我们是说说说 我们在探讨那个女强人 那个怎样做媳妇 怎样做那个老公 这些事情 你别在意 别在意啊 反正不管怎么样 实在在怎么变 女人嘛 就应该会做家务啊 应该会一切 会孝顺 对不对啊 就是说嘛 就是就是 来来来来 喝茶喝茶 这种事啊 碰上就碰上了 反正啊 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亲家母 你说呢 喝茶喝茶 喝茶喝茶了 这么说 你还真给她吵了一架 那当然了 她说话真是能把人气死了 杀人不见血 你这个婆婆简直是 不要倒了水 够了够了啊 好 好 冠世小虎 好 好了 好了 嗯 不过妈 我说好不容易跟她关系缓和一下 您这一餐货 我这苦心经营的好媳妇形象 都被您给全毁了 那又怎么样啊 她以后再说你啊 你得告诉妈 那您怎么着 你还要再跟她吵架啊 哎呀 我救你这么一个女儿 真倒霉 遇上这样的婆家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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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凯文还是挺好的嘛 这倒是 宝贝啊 言放得太多了 闲死了 来来来来 加个水 加个水 闲死了 真是不会做 是有你吗 小南她妈真是的 她说啊 就是特意不教女孩子做家务 她这是在跟你赌气 你也真是的 人家难得来一趟 她说这些干嘛呀 不是 她说了 女孩子做什么家务啊 找个保姆就行了 她真的这么说呀 那也太过分了 就是 我在想啊 谁家做着她们家的儿媳妇 真是倒霉 是是是 人家都倒霉了 快点坐 一会儿她们下班 吃 妈 我来吧 来 要不你坐会儿 别累着了 在那里 那里去 喂 喂 喂 干嘛呢 我这不是备课呢吗 跟苏洛凯备课呢 是吗 当然了 那我可是正是发警的 叫苏洛凯呢 我们现在见一面行吗 在外面小公园 行 那个张老师 对 这么晚了您先休息 我过两天我去看您好不好 张老师 天宇 喝牛奶 这么晚了 还给老师打电话 我们那个高中的一个数学老师 对我挺好的 我想最近有时间啊 过去看看呢 天宇啊 你真是懂事 天宇啊 姑妈 现在就看你的了 这 什 什么意思 看你啊 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 我们家天宇啊 长得这么帅 又这么优秀 一定要找一个 门当户对的 户是什么呀 老公 今天 我妈好像跟你妈 闹得不愉快啊 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说明 二婶还没有跟你妈说什么 要不然 你妈哪有力气跟我妈吵架 你真的不明白 事情已经发生到这样 为什么还要告诉妈 我也不知道 可能她觉得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只有你妈不知道 可能觉得她心里愧疚吧 想说出来 老婆 我不是伤她的气 但是问题是 如果她真的是觉得累疚的话 为什么不想说 我跟你说 如果我们没有办进来的话 我没有遇到我的家人 她是不是到时候把这个事情满一辈子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事情会发生成这样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我们没有搬过来说不得也好一些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别误会 我是说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切真相 可能大家还相处得比较融洽 还开心一些吧 快去家了 明天一早就要起来 你明天不是放假吗 你打算去哪儿啊 去看看小智 那你帮我们带点好吃的给她 嗯 睡觉吧 谢谢 你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知道什么 小婉和妞妞的事 我真没想到 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妈 文波 上次你说 要带秀娟到乡下去 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妈 我上次是喝多了我胡说的 你别多想 妈真是错怪你了 你要是真相 带秀娟到乡下去 我也不反对 但妈 就是有一个要求 我 常会来看看我 妈 说什么呢 我们不走了 再说 秀娟也不会答应 她要是问起这事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说 你好好待秀娟 苦了半辈子 我还蒙在鼓里 这件事情 就先别告诉她 她要是知道了 还不知道会有多难受呢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不会跟她说的 行了 早点回去歇着吧 你怎么不会说话呢 你叫什么名字 她没有名字 她是个傻蛋 她是个傻蛋 喂 你怎么老看地上 喂 我问你叫什么 看起来她是不是傻蛋 是傻蛋 傻蛋 傻蛋 小朋友你们好 哈喽 小智 你好 她不会说话 小智会说话的 她一句话也没说过 是吗 她可能生病了 我带她去休息一下 等会儿跟你们一起玩好吗 我才不可以那么玩 对呀 叔叔知道你不甘心 住小时候 是不爱说话 不跟人家玩的 我小时候也没有爸爸妈妈 我小时候也没有爸爸妈妈 那个时候 我特别地害怕 我在想 为什么这个事情 会发生我身上 可能到时候 怜疾太小了吧 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但是你不要害怕 叔叔跟你一样 叔叔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很害怕 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你知道吗 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年纪还小 靠我们的力量 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 等我们长大之后 变得健常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叔叔 不要害怕 长大之后 一切都可以解决来 走 看书 不行 小子 你把我撬出来 就是为了看我 我心里没底 你到底要干嘛呀 小梅啊 我最近 都没有跟天宇说话了 当然我也知道 你们俩也就是娃娃 不是你结婚没有点恋爱 我不是啊 我不知道天宇怎么想 但是我真的是 有考虑结婚的 是吗 很好 这种态度 我很欣赏 那你看看这个吧 这是什么 国家生活执行计划 对 这是在凯文认了父母之后 我在婆家偷偷记下来的 你看看 你能做到几点 小子你给我看这个 干嘛呀 儿媳妇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这些啊 你都得学着做 你都不认识我 有什么意见吗 这些 可都是你以前教我的呀 我 没意见 你让我跟凯文认了 啊 没 new 看 它是 他不如让我去死呢 所以这些 你放心 我一定做得到 只要能跟天宇在一起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好 地平线很暗 漆黑的冰冷夜晚 你漂泊很久的船 曾经被左右无能为力的复帆 你深恶重而复帆 直到你轻茫茫大海发现我 用尽全力指引你 原来不熄灭的那张灯塔 是为我才亮着 无论多少风雨忽明忽安顿 总会有你找到我的 当夜离别里都冲击了 就像从来没分开过 回到最初 我们再一次 拥抱拥失散的世界 这些世界 会把最爱的人 无论多少风雨忽明忽安的 总会有你找到我的 当夜离别里都冲击了 就像从来没分开过 回到最初 我们再一次 拥抱拥失散的世界 整个世界 会把最爱的人 换换给我 换给我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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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我看你 感谢观看